大园区临近桃园机场 附近一带的居民 部分日夜都会受到飞机起降的噪音干扰 大园区的部分居民也因此可以领回馈金 但是市议员徐奇万就表示 回馈金的制度应该要加强 也应该要考虑让这些受灾户补助营养午餐 政府表示 回馈金应该是要让接受李明提案 把钱用在对的地方 桃园机场位于大园区内 飞机起降的噪音 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 每天都要忍受噪音的干扰 因此市府有了回馈金制度 对附近航道内沿线都有发放回馈金 但是发放回馈金并没有排付条款 造成浪费 市议员徐奇万对此提出质疑 应该专款专用回馈金 不应该拿来购买肥料 或是做其他 会以噪音相关 回馈相关的工程使用 许奇万认为回馈金应该要拿来照顾弱势 提拨一部分作为免费营养午餐使用 市长郑文燦哲表示 回馈金制度是针对飞机航道 沿线范围民众发放 大员中立如竹都有部分居民受费 但是对于回馈金的使用范围 郑文燦表示会以照顾弱势为基础 用在适合的地方 回馈金的利益良善 但是没有排付条款 容易造成这笔金额的滥用 市府对于回馈金的使用范围 得要订定更加谨慎 才能够真正照顾到需要的人 好,我先订阅一号宣传报道